节目二年乙班季品尘小朋友的说故事 职务要搬家 请上台 四年甲班表演的小朋友江一帆 姐弟们请到现场过来准备 欢迎二年乙班季品尘小朋友掌声 大家好 我是二年乙班季品尘 首先我要祝福五六月的寿星生日快乐 我要说一个故事给大家听 职务要搬家 职务要搬家 天空下 东方区 天庭部 编号第303号的办公室 一大早就传来扣扣扣扣的敲门声 正在买首创造之旅心蚊子的苍结 只好放下五彩笔去开门 门一开立刻涌进一群植物 苍结我们要你帮忙 帮忙帮什么忙 藏着一头污水 带头的树说 把我们穷人的字典里删掉 花汉草齐声说 对 怎有物种提示 不真正我们 我们不想和人住在一起了 我们要集体搬家 在线太阳系发现了第10颗星星 我们要搬去那里 小毒蛇往外一直 果然 门外的白云上 听着一架超大的太空说 上头写着大大的字 有别地球不再鬼头号 苍结这下明白了 事情好像还挺严重的呢 你们为什么说人不尊重你们 槐树说 哼 神太坏了 才把坏事情带在我们头上 神不敢指名道姓骂别人 却爱指伤骂华海 哼树说 哼自己不谦虚 倒霉了 却怪说 树大招风 芒果树说 对嘛 哼自己这坏事真的报应 却怪说 自食其果 真是吃果子不坏树头 参姐联盟帮大家消气 可是 哼也会说 树的好坏呀 如 文章书法写的好 就说 入目三分 赞美人 风采迷人 就说 玉树临风 老师教学生更是百年树人的伟大工作呢 哦 好像还不会嘛 他不服气 那人干嘛要杀了我们 村长不留 斩草除根 一打仗 动不动就草木皆兵 做事马虎 就说是草草了事 对对对 我也抗议 人最爱 遗花皆目 把错都推给我们 又说 吼骗人的话 是花言巧语 又诬赖我们 花天酒地 整对花草也很好啊 参姐联盟 翻开成词典 看 英飞草长 疾风之禁草 这都是好话哦 赞美好女孩 就说是慧直南西 会说话的人是蛇灿莲花 事情有了转机 是柳暗花明 花前月下是最浪漫的地方 其他还有春长花开 花春紧触成好话呢 哦 是这样吗 小竹笋说 哼 人家只会砍竹子 连事情拼展得很顺利 都要说是 事如破竹 不 苍杰说 不不 人家喜欢竹子呢 做事心里有把握 是胸有成竹 从小一块长大的好朋友 是青梅竹马 哦 真的 苍杰点点头 不然 好朋友 为什么要说是 金南之家 在美人 能坚持 有骨气势 松薄欧雕 还要瓜地绵绵 来祝福人多子多孙呢 哎呀 原来我们错坏人家了 植物有些不好意思 他们都想回地球 可是 小竹笋指指外面说 太空树的名字怎么办呀 对呀 怎么办呀 字都写上去了 苍杰走过去大笔灰 加了两个标点符号 植物一看 太空树的名字变成了 永别地球 不 回头号 张姐说 你们先去一地 十棵行星玩一玩吧 玩完了 记得要回地球哦 狮子 尊命 所有植物都高兴的 跳了起来 我的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好 好 谢谢大家 我都...